谁家小熊生日都是暗天过的呀 当然是宝家的小熊啊 今天是瑞宝和辉宝的400天生日 盛西又在厨房五刀弄枪的为瑞宝和辉宝准备礼物了 送宝就比较积极了 提前两天就为瑞宝和辉宝送上了400天的礼物 两根竹子上各用胡萝卜精心雕刻出四朵胡萝卜花和两颗小苹果 象征着瑞宝和辉宝400天的生日 瑞宝迫不及待地接过爷爷手中的礼物 一口咬下胡萝卜花 此时的辉宝还在树上趴着 宋爷爷呼唤辉宝下来 辉宝依然待在树上 宋爷爷索性就先和瑞宝聊了起来 小田瑞乖乖坐着享受爷爷送来的礼物 宋爷爷在一旁彩虹屁不断输出 看见爷爷和姐姐聊得火热 树上的辉宝有些着急吗 被宋爷爷一眼识破 就地化身宋三岁 试图通过美食战术诱惑辉宝自己下来 然而自信满满的宋三岁遇上傲娇的光君大王 宋三岁的如意算盘这下算是白打了 宋三岁在悠闲的小田瑞身后焦急地呼唤着辉宝 辉宝却无动于衷 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 宋三岁只好凑到瑞宝跟前继续和瑞宝聊天 宋爷爷告诉瑞宝现在他们之间要有这颗树桩隔阵 因为瑞宝长大 牙齿变得尖锐了 瑞宝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听着爷爷的碎碎面 这一刻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宋宝能近身投为瑞宝和辉宝的日子也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果然辉宝是个醋坛子无疑了 见爷爷和姐姐聊得火热的辉宝忍不住悄悄从树上滑下 无视回到原地拿着礼物等待自己的爷爷 直冲到姐姐身边扭打起来 宋三岁在身后像得局外人一样 圣熙在一旁边拍边劝架 辉宝这才回到爷爷身边 收到礼物的光君大王坐在爷爷身边 听着爷爷的碎碎念享受着爷爷送到嘴边美味的胡萝卜 一幅幸福和谐的画面 时间很快来到今天 圣熙为瑞宝和辉宝准备的四百天礼物 是冰镇的胡萝卜和两块小苹果 然而比起礼物小田瑞却更想和姨母一起玩耍 看到这里小编脑海里浮现出福宝四百天 是躺在江爷爷怀里的画面 福宝的四百天生日江爷爷不仅从农场采摘了向日葵 做成花束送给福宝 还为福宝准备了泡泡机 第一次看见空中飘满的泡泡 福宝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不得不说宝家族的熊孩子们 在爷爷和姨母的陪伴下都拥有了幸福的童年 再次祝瑞宝和辉宝四百天生日快乐 愿天下的熊孩子们都能被爱包围 健康幸福长大 付冲结标 同学们都能被爱包围 رك宝吧 除了 风 百天生日快乐 予 único